因為在東京主要都是吃和買 沒什麼特別景點拍到 所以今集會出了第六、第七、第八日的行程 最終章 回到東京我們就沒有開車了 因為泊車又貴又失車 我們就買出48小時的過程 選擇搭地鐵 首先今天今天 去環丁色問屋正逛逛 RICH 還有先 kleine吃 本身想吃的那近燒肉餐祈 在其中 Anthem 我們在街邊找些小店 點了山蠔和屬下 這個也蠻好吃的 一千日圓七只 山蠔是說來。 是來自岩手軟的 一千斤七隻又大又小 很爽身清甜的 就不太creamy那一種 下午我們就是來吃這間 燒肉園一頭買 這間餐廳的標榜 就是用便宜價就可以吃到 三大和牛之一的松阪牛 我們就叫這兩款 share 吃 可以試到不同的東西 它另外也有些吃的 不過不是松阪牛 這間餐廳也是自助式的 飯和湯都是自助式的 外面還有這間咖喱牛舌 它這個牛舌相當好吃 爽口又不會硬 油脂十足 這個套餐其實都值得 2200日圓已經吃到 四款松阪牛 另外這一款 一般都是頭頭尾尾的 很濕濕的肉 食燒肉我自己就喜歡 由瘦的部分食器 不會一下子吃得太肥 肉味就流了 和相對這些肉味就會濃 你會試得更真 這兩款肉味濃 很好吃的 接下來就是肥一點的部分 你看到油脂分佈多些 放進爐裡都已經比較搶火了 那你就會開始吃到入口即溶的感覺 但是太肥了 這些真的吃不到多少塊 很快就會流了 你見到一燒起之後 它真的不停滴油 爆了油 那現在再燒 再肥一點 你見到它白色的脂肪位 是再多很多 一放進去 那個搶火程度 就更厲害 去到這些這麼肥的位 真的要添多一點白飯 滴了油 這樣拌飯 加一點醬油 不得了 那它的牛舌也是很好吃 又香得來 又帶爽口又軟滑 非常之好吃 另外這一款 拆開了原來它是碎濕濕的肉碎 就如你搬蛋吃 主要就是吃牛油的油香 混在蛋一起吃 現在這裏就來到蚊子的景點了 這個真是它的景點 這蛋糕很吸引 你們看看 超好吃的 現在鬼鬼祟祟 去別人這裡吃蛋糕 不過都光顧了買杯咖啡 來到正國神社的入口 這個位置其實挺漂亮的 我會拍照 依我所知 正國神社的爭議 主要是因為它有些甲級戰犯 撞在裡面 而日本首相參拜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 對這班戰犯仍然是表達敬意 完全對戰爭沒有悔意 但其實我對正國神社的了解都很淺 因為雖然它這個地方是東京市 但其實旅遊節目都從來沒有去這個地方拍攝過 可能因為這個地方都比較敏感 所以我就很想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看其實真的很多日本人走來這裡拜 但不知道他們的心態是真的表達敬意的 還是純粹走來進廟拜神 來到我最想進去的遊奏館 它竟然已經關了 我最想進去的遊奏館已經關了 那就白行一趟了 不過幸好這裡也有很多櫻花體 都可以上下櫻 看來我們被這間拉麵 這個模型嚇倒了 只顧看電話 突然就在這裡發一下發一下 晚上我們就來這間富士777吃東西了 我們就點了一個吉列豬扒的套館 另外再加了兩個吉列蝦 它是虎蝦 很大隻 手掌那麼大隻 它的湯是麵豉湯來的 但裡面有很多小小的蝦 真的超小的 但它是很鮮味的 這個湯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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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去才感受到一聲鬆脆 接著而來就是蝦蝦的鮮甜和爽口 而它這個招牌的斧頭豬扒又真的不能輸 鬆脆就不在話下 然後它的肉又厚切又鮮甜又多汁 我們點的豬扒套館是跟一碗飯的 我們那碗飯都分享吃 然後一人吃一隻蝦都已經很飽 因為它的豬扒有些胃是軟著肥膏 其實吃下去都很膩的 而且吃完都很熱氣 但是這間真心好吃 它門口又掛了這個證書 證明它是用這一間的供應商 因為我們現在來了攝谷 打算吃一間星奶咖啡店 它又未開了 所以我現在就找了這一間 QB Premium 去剪頭髮先了 好 現在剪完頭髮出來 但我覺得都可以看一看 它會短了一點 不要緊 說出來是攝谷剪的 那些人說你的頭髮 你聽一聽說 攝谷剪的 你懂得懶惰嗎 剛剛這樣 對 你看看 這些磨蛋都爛了 都還拿出來買 好像我上次在外板踩到街 一筆手的時候 吃的時候還有2000日圓 我拿回我那件Columbia出來買 哈哈 今天的行程呢 其實我們主要在元宿逛街 而這間店的元宿是有分店的 不過我為了這間店外的景 我想拍一段縮事 所以特意來攝谷這間分店吃 食物都是正常質素 都好吃的 但當你又又閒閒地吃著早餐 看著樓下那群人匆匆忙忙地過馬路 真的很好感覺 就令我想到LMF這一首歌 我們現在來到表參 不知道有什麼節日慶典 這裡掛了愛爾蘭的旗 和日本旗 不知道是不是文化交流的節日呢 這隻狗好像很髒 很像地拖 好像用一個很髒地拖 這隻是什麼狗 好好的氣氛啊 這裡 原諒帽 但這個國家的色力場面是綠色 全部人都是帶起這個原諒帽的 哇 可愛的 剛好遇到這些節慶旬禮 真的很好氣氛啊 看完我們就去原宿逛街啦 這間Tiger 很棒啊 有一個DJ在這裡打碟的 我想選一隻 我知道要選七號 因為你是七頭 喔 即是這些款式才可以印字 你試一下 嗯 你選什麼 印PK M、M、M、L M、L M、L 黏在這裡 就是黏在這裡 它經常都是燙畫 就是燙畫 整天做這個 好不開心 開心 開心 好 好 你喜歡嗎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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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街又是找食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這間食熟成牛燒肉 我們也是點了兩款牛肉試一下 淺上一下 因為不可以吃這麼飽 還想多吃一頓壽司 那我們點了兩款牛 兩款都是熟成牛來的 上面這一款是來自仙台縣的 都是有肥有瘦的位置 下面這一款是來自鹿兒島的 鹿兒島是贏了今屆和牛奧運會的冠軍 不過它這間餐廳 我覺得雖在它燒不是網燒 是這個類似鐵板 那你放一塊肉下去 接觸面就比較大 很容易會黏 所以每次燒都要用這個牛油塗一塗 但是它因為都是做熟成的關係 那它跟平時一般吃的燒肉 就算它肥的位置都不是很膩 它真的肉味濃郁了很多 但是油份重這些就沒那麼黏 所以網燒是好一點我覺得 嗯~~ 好吃 它熟成的牛牛真的不一樣 一般和牛還是肥 它的肉味真的濃郁 吃完和牛走了一會兒 當然也是吃 這間餐廳每次去日本都會光顧它 我認識這間餐廳是因為老闆 經常都會投到日本一吞拿魚 而且它食物質素都不差 而且有24小時營業 在我們酒店旁邊就有一間 適合了 那我就點了4000多日圓的那款式 先來這個星萬 肉很軟滑很好吃 然後就來其他的那些 這個式總共有12款壽司 都不錯的 我吃壽司喜歡用紫薑 點一點點醬油 然後塗上壽司面吃 還有我會由淡味的開始吃氣 吃白生魚啊 麥魚這些 可以由淡味吃到濃味 可以吃得到食材的真味 來這間餐廳 一定要點它這個西京燒銀雪乳 它這個銀雪乳真的很好吃 這個也是一個必點的菜式來的 另外它時令有這個蟹 再追加了這個 都幾鮮甜的很好吃 我個人認為大拖羅一定要留回最後才吃 因為這樣可以讓魚油停留在口腔裡最久 真的很好吃 今天是行程最後一天了 這間薄多天神 是我之前跟家人去東京 他們帶我來吃 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現在帶回他們來吃一下 我們點了一碗最便宜的600日圓 最小碗 吃一點點 因為我們待會再要去吃其他東西 最後一天吃到盡了 好吃嗎 好吃 是不是會介紹錯 對 湯很濃 我們吃完當然要出發 他們就是用這個巨型的壓力鍋來煮豬骨湯 它的湯底真的很好吃 很濃 現在就出發去築地繼續吃 我們 很厲害 現在來到築地 最後的旅程 想找些東西吃 但是太多人了 又下雨 來到我先吃一隻蠔 800日圓一隻 超大隻 超酸酸酸 好吃 去第二間店舖再點了帶子 海膽絲魚 這間蠔不夠剛剛那間大隻 不過就700日圓 便宜了100日圓 但是它的海膽不是活海膽 來的 都是板海膽 擠在殼裡 裝假狗 不過都很鮮甜 很好吃 帶子都很鮮甜 很好吃 另外它的絲魚油份也很充足 非常好吃 這兩吋就是我一般質素 吃不吃都沒什麼所謂 這間玉子燒超便宜 100日圓 計算它的份量 都要兩隻雞蛋才做到 香港買的日本雞蛋都兩個幾一隻 超划算 它在看鹹煲 超划算 因為我們趕著去機場 所以吃完這一間也要走了 但是其實在足地這樣掃街都不便宜 比去餐廳吃 最後就吃完這兩個腐皮壽司 就走人了 最後衝刺 讓我見到這盒拖羅這麼便宜 800日圓 買上車吃 你做司機 我吃東西 多謝你 真的到我們很好 最後一天才下雨 但都沒看完兩天的富士山 如果那天住溫泉酒店那天 可以看富士山 真的超棒 做人不要太貪心 什麼不要太貪心 我們給錢的 我們 現在就去入油 然後就還車 這次行程我們走了1000公里左右 入了三次油 入了9000多日圓 折合平均5毫至1公里油錢 另外租車就43300日圓 雖然最後兩天我們沒有提早還車 但其實都沒有浪費 因為如果提早還車 我們都要搭交通工具 出回市區 來回機場 其實費用比我們租多兩天 主要是我們酒店 有免費泊車 另外 這個就是ETC的收費 總共我們用了19800日圓 所有交通費用 加起來就7萬日圓左右 折合就4200港幣 大概 但其實一點都不貴 因為如果補一些dayture 去興井澤 以及去富士吉田市 兩個人的費用都要2000多元 沒有了沒有了 來到機場了 真的要走了 要去離境大堂 喂 真的要上飛機了 離開日本 跟日本說一聲 再見 剛剛下了這麼大雨 竟然被我們上飛機 都還看到這個富士山 跟我們這個東京之旅 畫上完美的句號 那這條片都來到這裡 拜拜